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硬派Q&A第14集 今天學長就來解答一個網友的提問 這個提問是關於一個手法 就是他問說推粉法跟繞圈圈 這兩個中間有差異嗎? 還是說他們是一樣的呢? OK,那這問題其實問得非常的好 那他背後其實 隱身了一個很重要的各位在充足的時候的一個壞習慣 就是大家可能常常看手法只看我繞圈圈的途徑 就是我給水途徑啦 但是都沒有看粉塵的變化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疑問 因為這兩個手法其實看起來好像都是繞圈圈 但是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 就會發覺它的粉塵的變化幾乎是不太一樣的 OK,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這兩個手法 它會形成的粉塵變化 首先我們先來聊推粉法 推粉法一般是悶蒸結束以後 OK,那這時候我的粉塵裡面的空氣還很多 如果這時候我在準備繞圈圈的過程之中 給水給下去 正中間會湧出比較多的空氣 那這個空氣它會因為正中間空氣很多的關係 所以它會努力的想要翻出來 翻出來的過程之中 如果我在繞圈圈順繞 跟著泡泡的湧出一起往外繞圈的話 它就會這個空氣就會把你的粉塵 往濾杯壁上面推 所以原本中間很厚的粉塵 因為這個空氣的湧出 加上你的走水走的力道 所以你的粉塵就會往外部湧出 會爬到你的杯壁上面爬得高高的 就形成一個像這樣子比較接近V形的結構 原本是這樣子嘛 一個錐形的這樣的一個粉塵 但是會變成一個比較V形的結構 這邊的粉塵跟這邊的粉塵 中間的原本很厚的粉塵變得比較薄了 那這樣的手法本身 可以讓你的流速整個拉得比較快 所以你的果栓會比較輕量 所以我們發覺說 推粉法它的目的以及粉的狀態 都會使粉變得不一樣 OK 那繞圈圈這個手法一般是指說 可能不是悶針之後這一段 可能是第一個手法之後的下一段 這個時候呢 可能濾杯裡面的空氣已經沒有那麼多了 對不對 你就算你把水給下去 並且順繞 你的粉塵也不會被空氣 被湧出的空氣往外推 它只會原本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吃了水後往上膨脹 然後水流完又往下 然後再給水就往上 再給在流完就往下 所以你的粉塵呢 它的厚度本身呢 並不會因為你繞圈圈而有太多的影響 只是往上下膨脹而已 所以厚度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手法本身呢 就沒有修正 流速也沒有修正風味的一種效果 它就是比較單純一點點 所以我們發覺說 如果我們只是看我走水的路徑 就會發覺說 誒這兩個手法好像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認真的去思考 它們的使用時間 還有它的粉塵狀況的話 就會發覺說 誒這兩個手法確實 因為空氣的不同 所以呢 它的粉塵的狀況會不同 導致於你的風味也會有不同 所以事實上來說 這兩個手法呢 確實是不一樣的 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樣 所以請各位可以去弄清楚 當你要使用某個手法的時候 最好很清楚知道它使用的時機 以及它會引發的效果 這樣子其實 各位的手沖才會更精準 而且更好喝 那今天關於繞圈圈 跟推本法的手法的講解 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會再來回應大家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 硬敗QRN就是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